欢迎来到本轮CBA五家球 第五球 辽宁客场挑战山东 快攻反击的戏份怎能缺席 国爱伦招牌式持球推进 再送精准基地妙传 助力张振宁找到天空中的自己 究竟怎样破解辽宁队的快攻 是每支球队都要思考的课题 第四球 四川主场迎接深圳的挑战 看老将韩硕如何阅读比赛 将防守击穿 任意防守稳如泰山 自由脚手四两拨千斤 以挡力拆肩 助力袁振良闪身上篮 第三球 外轮持球准备通过 陶汉宁错位防守惊人抢弱 干净利索 随即上有精彩一条龙 力拔山河 我的主场 岂是随便想过就过 送客 第二球 福建主场迎战上海 双方你来我往比分焦灼 比赛来到最后独秒时刻 亚当斯运筹帷幄心态平和 精准三分手起刀落 时光告诉亚当斯你不再年轻 但永不放弃的信念 竹色凋润 第一球 迎播客场挑战吉林 蒋帅三分不中 将武清顺势发起反击 两次血液触球便直打附地 崔晋陵新女神会 再送背后妙传 为精彩的快攻再添一笔 吉林队用团队配合 送给主场球迷第一份见面语